我妈 喝了 可可 太早了 舞台上一身戏服 粉雕欲酌 脸上细致的妆容 举手投竹尖 婀娜多姿 这个来自陕西西安的女孩 萧续婷只有九岁 学续才半年就已经唱著俱佳 老师还特地为她报名 大陆最高荣誉的梅花奖 成为今年年纪最小的参赛者 你在学习的时候哭过没有 哭过 那是因为我们老师给我扳腿了 扳得太狠了 小细鼓一记在身 别人在放暑假 而她在苦练功 虽然今年没得奖 但她更期盼有天 能拿大奖光荣回家 我想忍着 等会儿就是得了一个奖 就是感觉回来就很有那种荣誉感 在大陆像萧续婷一样 为了学记忆 而出走家乡的孩子还有他们 来 来这儿来伸 你要先伸 闭闪 再练 再动 膝盖再伸 再伸 膝盖再伸 往上伸一伸 伸 没伸你是膝盖 安琪 来 妈 不行了你 伸 锁 老师 你再往上点 使劲地压着腿 筋骨的疼痛只能一口吞 高业和逼近极限的训练方式 只为了让学生们在一考中脱颖而出 成功极尽梦寐以求的好大学 就因为这几年像他们这样 有心报考艺术学院的一考生逐年增加 短短几年飞快成长了三倍 能够飞上枝头当凤凰的却只是凤毛麟角 根据统计2018年大陆高考生总数有975万人 大学高考录取率达82% 而议考生占了全国考生总数的10% 2017年的议考更堪称时尚最难 时间最长 而录取率只有0.005% 为近十年来最难考的一年 而竞争机烈势必少不了魔鬼般的训练 压力如排山倒坏而来 我已经睡不着 那我给你开一开 我已经开了之后我疼了就睡不着 忍不了疼就进不了窄门 207年大陆一考生的录取率 中国传媒大学为327比1 0.003% 而中央戏曲学院为195比1 0.005% 而北京电影学院为194比1 0.005% 许多人根本撑不到放榜的那一刻 就放弃了 我觉得我挺配我自己 我这人能挺到现在 好多同学都走了 你像我七八月份一起来的人 就是一个看他们一个一个 受不了又走了 大陆学生拼成绩也拼记忆 咬牙苦撑勤奋练习 经历千锤百练后 能如到吃甘蔗越吃越甜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